单位烟雾直询 新住市议员刘从显长期关注 光复路进出园区的上下班车流状况 刘从显建议交通处能够将光复路 一段525项改为调拨车道 改善上下班进出园区的车流 另外也是交通的部分 刘从显提到明年台湾灯会在新竹市 台铁接驳停靠站 导航软体的配合都市必须要及早应应 避免人潮涌进市中心区 现在具体的活动地点跟确切的活动内容都还没确定 但是我们可以知道说大方向一定是办在我们新竹市的旧城区 那新竹市的旧城区同时也是我们新竹市居民居住密度最高的一个地方 所以为了要让这个相关活动的人潮 对于我们居民的生活品质降到最 冲击降到最低 我们希望可以督促交通处来做好更好的交通规划 那我在这边提出了三项的建议 第一项是我们台铁六加线针对我们灯会的这个加班的列车 可以从六加站出发到北新竹站作为终点 让所有的人潮来下车 这个要这样做的一个最大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们需要去将那个人潮来做分流 我们新竹火车站现在最大的交通吞吐量 人口的交通吞吐量是6万人 那现在平日就已经大概在4万人左右了 那如果我们所有的人潮都接驳到新竹火车站在下车的话 那新竹火车站的这个相关的腹地 是没有办法去附和这么多的人潮 最后就是一个外围停车场的一个接驳的部分 我提出了四驳停车场 树林头停车场跟南辽渝港停车场 作为我们的外围停车场的部分 这个停车场不只要来去做展区跟停车场的接驳 那我们同时也要去跟相关的这个导航的业者 像是Google或者是那个Apple地图 我们希望跟这些厂商来去沟通好说 当外地的游客要来去搜寻我们新竹台湾灯会的一个地点的时候 跳出来的地点就会是我们可以有接驳站的这个停车场 那希望所有外地的车辆可以第一时间的就直接开到外围的停车场 再坐接驳车到我们旧城区的厂区 那有关于交通的部分呢 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所谓的应聚分配的一个过程 也就是可以知道有多少的民众是会搭乘大众运输 包括铁路以及国道来到新竹来参加灯会 也知道有多少的这个私人应聚要来这个参加灯会 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在铁路的运输方面 包括新竹站 北新竹站以及台铁的班次的规划上 我们都有做一些详细的规划 尤其是新竹火车站 我们都还会在规划临时月台 来增加现有的这个月台的容量 以及加班列车呢 能够快速的把铝次呢 作为一个疏解跟接驳 那对于私人应聚的部分 我们在路外呢 也准备了一万两千多格的一个停车位 透过这一个接驳车来送到我们的灯区 那至于市区的交通部分呢 我们会透过智慧交通以及APP导航 来引导大家走到正确的这个疏解的一个道路上 那至于灯区大家关心的这个管制区内的行人规划 我们是采取了所谓灯会行人徒步区的一个方式 来做一个规划 希望在我们灯区内 大家可以享受步行城市所带来的优质的步行环境 大新竹轻轨的规划涵盖了新竹县市 市议员曾姿诚就目前进度 还有县市财政配合款问题提出质询 曾姿诚长期关注新竹左岸的环境生态 新竹市环保局在新竹左岸陆续向中央争取预算 推动绿美化环境相关的建设 曾姿诚也提到争取自行车道路灯 滑板公园路灯 有了台电没有送电等等 希望环保局能够加紧脚步 投前溪左岸 投入了相当多的基因会进行改造 那最近一期的工程 包括要建置三座的景观公厕 还有饮水设备 还有夜间照明以及监视系统 那也这几年的建设 生活市民的肯定和喜爱 假日的前往运动休息的人非常非常的多 但美中不足的地方 当然有一些这个比如说滑板公园 有灯具还没有送电 那这个自行车道的照明 才完工没多久 就有部分路段就没有送电 这些都会造成市民在夜间使用上的很多不方便 另外在交通处出入口意向 在前溪段的部分 堤防上所栽种的草皮 一整段都枯死掉了 那也建议市政府维护上 一定要定时浇灌 才不会花了那么多钱建置 然后后续还要再花更多的钱去做改善 再提到有关这个照明的部分 我想在整个左岸的自行车道沿线 我们都已经有规划这个路灯的照明设备 那我想千甲段也是我们规划的方向 我想在机器的争取到经费以后 我们就会把这个都会纳入规划来做一个建置 让市民有这个良好的照明设备 那另外包括饮水机还有大型路灯 这个移除饮水机的设置 这个也是本来就是纳入的项目内 我想在我们第三批的工程里面就会把它完成 厕所的设置当然一定要考虑到民众的一个需求 以及使用的热点的部分 那另外当然我们还做一个整体 就是整体沿线使用的一个布点的厕所位置 我想民众有这样的需求 那我想这个会纳入我们以后这个布点这个讨论 我想会做一个最好的一个决定 曾志成也收到污水下水道的接管率低 除了要求公务处进行说明 也建议市政府将官浦二期污水下水道用户接管工程 一并规划 避免现在官浦一期八成状况再次上演 开播新竹万事连蔡文器采访报道